主料,茄子500克,辅量,香油,盐,生抽一勺,白糖,鸡精二分之一勺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选择新鲜,表面光滑的那茄子,洗净,切至根部,将蒸根茄子切成两段,装入盘子里,放在电上桌的蒸屉里,不需放任何调味品,直接蒸熟, 大约十五到二十分钟即可,将蒸熟的茄子取出,倒掉多余的汤汁,用筷子搓散或者用手撕成细条,加入一茶匙生抽,一点点盐,一点点白糖,三分之一茶匙的鸡精和几滴香油,稍微一半,一道朴素无花,原汁原味的清蒸茄子就OK了,十分简单,清淡鲜美,非常有味道,烹饪技巧, 一定要递干净糖纸,然后加入掉味品,不然太烂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